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茶汤惠 物质台北 数据报 没40岁买不起房成全台常态 近年全台房价大涨 让民众买房年龄不断延后 就有联征中心有数据 去年前三季新增房贷 40岁以上占比达49.3% 直比5成 其中台北更达62% 超过6成以上 40岁以上才买房 那数据显示 伴随着全国房价不断走扬 没有40岁买不起房 已经变成了常态 那从统计的联征中心资料也发现 除了房价最高 北市的大龄购物者越来越多以外 这几年房价狂飙的新竹县市桃园 新北40岁以上的购物者 占比更是明显的增加 那以拥有着大量高收入的 科技新贵的新竹县市来说 2012年也就是10年前的40岁以上 购物者占比只有33% 但到去年已经攀升到了43% 增加的速度呢 居西大都会区之冠 似乎连科技新贵对购物都开始感觉到购物压力 已经没有办法轻松及早买房 那专家就指出台湾民众买房难度攀升 已经是一个全面的现象 从有统计数据以来 全台的住宅价格指数 从2012年的第三季 到去年2022年的第三季 比起来的话 10年的房价大涨了60% 那其中人口集中的都会区或是重划区 房价甚至上涨超过一倍以上 但全台房价与生活成本 其飙升下 购物族群就只能一再拉长存钱买房时间 导致买房的年龄越来越晚 那专家指出 过去买房的年纪普遍都在30到40岁 但从目前40岁以上贷款者的占比不断上升来看 已经可以判断出台湾民众买不起房的问题 已经扩及到整个青壮年族群 未来如果只有40岁以上的民众才有能力购物 那专家表示 目前台北平均房价已经7到8字头 那平均购物总价高达了2000万以上 即便年薪百万买房也很沉重 对每个月仅能存1到2万的民众来说 想要存购自备款 至少也得花上2、30年 也难怪超过6成以上的北市购物贷款族的年纪 都高达40岁以上 那目前在通膨房价居高不下的环境下 想要买房的民众想一元购物梦 不妨可以透过仲介 利用藤本勤资找寻可能资金需求 急售的屋主 或是可能有溢价空间的建商渔屋 都是可以便宜买好的方式 这个的确我觉得这个现象是蛮明显的 北市先不看 因为北市你随随便便要破2000万以上 这是很容易的啦 一不小心就破了啦 你买的可能譬如说10年20年的房子 平素小小的你都会破啦 我们以北市之外的来看一下好了 大部分的金额 在这几年看到 大概都是在1500到2000万左右啦 那我们就抓一个高标来看好了 假设今天想要住稍微舒服一点点 以2000万 我不要说2000多 我就用2000万整来抓好了 你每个月的房贷 大概要缴到差不多7到8万块 假设如果说它只有10万块的收入家庭 它有办法买吗 它没有办法 因为它如果说买到举例的三房好了啦 这样子的话 它应该是有小朋友吧 那小朋友怎么办 平常吃饭怎么办 现在物价怎么办 你10万块有办法生活吗 没有办法吧 而且我们刚才讲的 这是房贷的部分 管理费什么这些电费 我们都没有算啊 所以你月薪10万块 要买2000万的房子 很难啊 那2000万的房子是豪宅吗 贵到你买不起吗 贵到是贵到买起来很辛苦 但它房子不是豪宅啊 它可能就是一般的三房而已啊 而且坪数也不一定会很大呢 大概就30几坪了不起的 40出头坪这样子啊 也就是说10万块的薪资的家庭 是不够的 那假设你真的收入好一点点 好啦 给你15万啦 也是占比很高哦 占比到一半啦 之前不是专家说 健康的房贷可能是在30%吗 但我那时候不是讲说很难啦 大概会是在50%左右嘛 也就是说你平均月收入 在15万的一个家庭 如果说你买到 总价是2000万的房子的话 那你有可能 你的这个房贷占比就超过一半了 这是很有可能的 假设我们在低点 以1500万来看好了 那你1500万 你每个月是付6万多啊 但我们先把宽限期先秉除不看啦 照正常你后面的 我们利息他没有算呢 大概就是6万出头了嘛 本金的部分 那你利息再加加进去嘛 所以假设你还跟刚刚一样 这个是10万块的月收入的家庭 那你也超过一半啦 那假设你是15万的月收入家庭 你也超过了三成了嘛 所以其实是吃重的 没有错 再来是因为现在的房价上涨 前面有一段时间有人在讲嘛 他想要存一个自备款嘛 他存了200万了 就现在自备款变成300万 好不容易存到300万了 现在自备款大概要400万 好现在快要存到400万了 现在很多要500万了 就是我说以平均多数来看 有很多这样的案子 但是这个平均数字 我抓的还是以北部居多啦 当然中南部也有涨上来 可是因为他的平均值 可能就不会拉到那么高啦 但是以北部来看的话 大致上是这样子啊 所以前几周我们讲说 如果有机会你早点下手嘛 你先用宽限期嘛 房价不上就算了 当他要上去的速度 绝对超过你去存自备款 不知道几百倍啊 你会很辛苦啊 你换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是跟你原来设定好一样的东西啊 也不是说你今天多付了一些钱 就你换到更好 更不一样东西 没有啊 就同样平均数啊 我单纯以平均数来看啦 但地段也会有些不一样啦 照现在来看 除了刚刚他上面提到的 园区有些工程师 他可能年终一给 就可能刚好是接近一个 投期款的一个金额 像这样子的状况 园区也要讲台积电比较有机会啦 不是每一间科技产业的 或是园区的公司 都有办法这样给啦 我们之前讲的很多 可以这样这么豪迈的 大部分是台积电的啦 身为台积电的人 都有一种荣耀感嘛 你有听到朋友讲说吗 就是有些稍微年轻一点点的 台积电工程师 他连出门 平常出去玩的时候 他都会穿着台积电的制服 外套的样子 上面又打TSMC这样子嘛 就是一种荣耀感 我高薪喔 这样子感觉嘛 那我们先把这一群 高收入的科技新贵 先放旁边不看好了 那你现在看全台 到底有多少的家庭 在40岁以前 他的月收入可以到15万的 有多少 那因为我们刚看起来嘛 你10万块要来买 都是很辛苦的喔 你稍微健康的状况来看的话 应该是你的家庭月收入 是要到15万嘛 那你才会让你的房贷比例 接近是三成 那有多少的家庭月薪是15万的 比如说你什么职务是 你的月薪是15万 或是你双薪两个加起来 一个是8万一个7万 还是一个是10万一个是5万 不多吧 如果说你20几岁30几岁 但40岁可能开始 你有些中高阶主管 是有机会达到这些金额了 或是说有些资深的职位 你是会达到这样子的薪资 是有可能的 所以统计的结果说 现在很多都是要40岁以上买房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现在呈现的一个状况比较多 但我们就是刚刚讲的 你特别有 或是你跟一些产业相关 或是你前段时间股票赚钱 等等的这些很年轻的 要抢进市场要买房 在这个时间点 就现在房价涨到这个时间点 你可能要进去 你也会有点辛苦了 你在后面要付的时候 你也会觉得辛苦了 所以40岁成为首购族 在未来应该很有可能是一个常态 而且一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结婚的时候就要有房 这件事情感觉上 好像会越来越难 可能还是要经过夫妻一起努力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房老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